大家好,我们在养玉树小苗的时候 有些朋友会发现玉树小苗生长特别的缓慢 而且叶片特别的薄弱 很少长新叶,甚至长出的新叶也是比较弱小的一个现象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还是因为你的小苗的根系太弱了 小苗的根系不够发达,它的吸收功能就是比较差的 那么营养供给不上了,就会导致玉树的小苗就会长得非常的缓慢 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就一定要先把它的根给它养壮了 养多了,才能够有效的促进你这个玉树小苗的生长 那么怎么养壮它的根呢? 其实养根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上这种快速生根粉 这种快速生根粉,它其实就是一种高磷含量的这种水溶肥 磷肥的话,我们都知道它是可以起到一个触根的效果 再加上这个里面的富含天然生根活性物质 可以让这个植株的根系能够成爆发式的生长 那我们将它与清水按照1比1000的比例对水稀释 然后注意一定要先完全的溶解之后,想能够使用 大概10天给它灌根一次,就能起来一个有效的触根和撞根的效果 像我这一盆玉树小苗的话呢,就是用上了这种快速生根粉 它现在长出来的叶片非常的肥厚 而且长出来的新叶呢,也是非常快 现在呢,已经开始长撤枝了 等到把它的根系养多养壮了 那么它的这个虚肥量呢,就增加 因为小苗用肥主要是以氮肥为主 但是呢,钾肥又不能够缺失 因为如果钾肥缺失的话呢,就会导致植株容易涂长 那么我们用肥就可以用这种畜生长型的营养液 这种营养液的话呢,蛋磷甲比例是30比10比20 蛋含量偏高,然后呢,钾含量呢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就可以有效的促进玉树的生长 促进这个枝干的健壮 所以呢,咱们养这个玉树小苗的时候啊 玉树小苗生长特别的慢 想让它快速生长呢,就一定要先把这个根了养壮了 后期再来补充高蛋减肥 就能够让它快速的生长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